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龙后面的就是蛇了 所以2025年是蛇年 在结合古代甘之历来看 就是十天甘和十二地支 两两按照规律组合而成的历法 2025年是以四年 值得一提的是 农历的2025年足足有384天 它从2025年1月29日开始 到2026年2月16日才结束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农历的2025年是有两个历春节气的 前面一个是在2025年2月3日 在年尾还有一个历春节气 是在2026年2月4日 而在民间把有两个历春节气的年份 也称之为双春年 用老辈人的话来说 双春年是非常吉利的 而且种植农作物也会丰收 比如民间就有厌 双春加一冬 黄土变成金 指的是这样的年份 农作物收成好 种什么都会丰收 而之所以农历的2025年会 有384天 这主要的原因在于 当年不是12个月份 而是13个月份 因为多了一个润六月 这也就是老话所说的 双春润六月 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年份 有这么四个生肖 也将迎来自己的巅峰时期 俗话说人无横财不富 一个人的财富运势如何 除了与努力程度有关系之外 与自身的运气更是息息相关 如果能够在某个时间段内 获得横财的眷顾 人生往往可以得到改变 2025年快要到来了 相信大家最关注的 也是这方面的问题 以下就来看看 2025年横财入命的 四大生肖都是谁 二 2025年有横财的四大生肖 一 生肖数 明年横财运比较好的 将会是生肖数 这个数项的人 一向比较保守 也不喜欢冒险 不过这两年的数数人 会经历许多坎坷 在这期间 也总结了很多工作上的经验 大部分人 也可以获取不错的人脉关系 在这样的前提下 2025年的数数人 还是有机会得到 幸运女神的眷顾 被横财砸中的 在未来的日子里 只要大家愿意突破自我 去做一些之前根本就无法涉及的行业 那么就会获得较高的利润和报酬 生活上得到巨大的改变 二 生肖龙 属龙的朋友在过去两年经历了范太岁 总体运势不是很好 但是进入2025年 他们将会迎来和太岁 运势会有明显的提升 未来的一年 属龙朋友的才华将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也可以得到贵人的提拔和帮助 有很多施展能力的平台 属龙的朋友本就很有想法 新的一年可能会多方面发展 除了主业之外 还会开拓副业 因此收入进涨将会大幅度地增长 不仅如此 他们或许还有机会 继承到一笔家族中的产业 窘迫的经济状况会大幅度改变 三 生肖虎 属虎的人过去的几年 一直处于韬光养晦的状态 不过在进入2025年之后 他们将会迅速地崛起 未来一年的属虎朋友运气特别好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能赚钱 不仅如此 他们的运气也会特别好 这一年 若是买彩票或者参与抽奖之类的活动 都有获得奖金的机会 此外 明年属虎朋友会得到贵人的眷顾 也许一些无心的举动 或者无意中的抉择 会让他们获得一笔来自于陌生人 或者合作伙伴之间的丰厚报酬 四 生肖猴 属猴的人这两年运势顺遂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有许多惊喜出现 进入2025年之后 这样的好运还会一直延续下去 属猴人不管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 自己想做的事情都会成功 未来的一年 他们会找到赚钱的风口 在短时间内积聚大量的财富 等到风口过去 又能够通过内部消息 继续寻找下一个奋斗的目标 总之 未来的一年属猴人 完全不用担心赚钱的路子 虽然在搞钱的过程中 也有一定的风险 不过属猴人完全可以胜任 最后都是收获满满 但即便如此 也要给大家一个忠告 若是靠风口赚钱 务必要建好就收 切勿贪恋 以上就是在2025年 横财运比较好的几个生肖属下 有些人是从低谷到逆袭 有些人是一直保持好运 但相同的地方都是 未来一年他们与太岁相合 人际关系甚好 要好好把握机会 人活着在年轻的时候 努力地工作和奋斗 为了不仅仅是实现个人价值 拥有美好的当下 也是为了晚年有好的生活 正所谓苦尽甘来 说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比较艰难 到了晚年因为积累了很多 才能感受甘甜幸福的人生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晚年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因为长寿和健康也至关重要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寿命最长的三个生肖 都有哪些 一 生肖猪 在很多人的眼里 生肖猪天生比较命苦 即便在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辛苦 到最后也很难积累到什么 相反 在年轻的时候会比较辛苦 受到的各种打击和困扰较多 一般待了中年阶段才能后积勃发 年轻的时候生肖猪注重享受 赚的钱大多数都勇于享乐 到了中年之后才会意识到存钱的重要性 也会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年轻的时候暴饮暴食 经常熬夜加班等 到了中年会开始保养身体 吃一些可以保养身体的保健品等 慢慢恢复健康 增强体质 因此 后积勃发的生肖猪 从中年开始积累经济和健康 到了晚年自然会拥有好的身体 家之子女都比较孝顺 晚年自然是幸福又长寿 二 生肖猴 生肖猴机智灵敏 做人做事积极认真 有上进心 在前半生的时候 我行我素 比较艰难和波折 即便是有能力 也不会特别顺利 甚至有才华 也会被别人无视 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 很难在年轻的时候做出成就 虽说前半生的时候 生肖猴比较艰难 但生肖猴的能力和才华是没有丝毫缩减的 只要保持这种积极和努力 到了中年就能抓住机会 大放异彩 晚年的时候 生肖猴的日子是非常惬意的 不仅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还拥有不少的闲钱 利用自己的才智做理财投资 最后积累更多财富 三 生肖猴 生肖猴属于典型的 有后福的人 前半生运势一般 日子过分艰难 得不到贵人和亲友的帮助 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独自打拼 在积累财富和发展的路上 行单影之 但生肖猴也是顽强的人 并不会因为运势不加就放弃 就怀疑人生 反而是越挫越勇 在逆境中绽放光彩 保持积极进取的心 不管是在中年 还是晚年 都能有所成就 到了晚年生肖猴 回顾这一生 会看到自己做出的成绩 也会感慨这一生的付出和收获 只要懂得珍惜健康 守护健康 自然是长寿的命 寿命最长的三个生肖 如何保养 能够在晚年拥有健康的身体 能够长寿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而如何保养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是在晚年的时候 在年轻的时候 就要知道锻炼身体 增强免疫力 在饮食方面 切勿过度透支身体 吃太多不健康的食物 除了身体健康外 保持心情和愉悦和心理的健康 也同样重要 晚年尽量做到定期体检 了解身体的病症和问题 才能对症下药 恢复健康 除了上面这些好运生肖以外 如果大家觉得最近财运不是很好 可能是因为家中的摆放 触犯了风水禁忌 很多人却还不知道 一起来看看吧 三 家居风水中漏财禁忌 一 大门走廊房门乘一条直线 如果大门 走廊与房门乘一条直线 也是泄气漏财的格局 假若房内窗口也是在这条直线上 那么漏财的状况会更严重 不就办法 在穿心煞中间射屏风 如果射屏风导致住宅使用面积不够用 可以在前后门之间或者门窗 形成穿心的空间天花板上挂一组风铃 并且门后门平时要关紧 前门要挂门帘 注意 也要择日进行 二 大门对窗户或者前后门一条线 家宅的大门正对着窗户 或者前后门成一条直线 也是漏财的一种 大门的开动会带动屋内的财气 若大门正对着窗户 也称穿堂风 穿心煞 表明财气从门入 而后随窗户出去 或者直接从后门出去 直来直去 没有留下来的意思 难以聚裁 不就办法 在穿心煞中间射屏风 如果射屏风导致住宅使用面积不够用 可以在前后门之间或者门窗 形成穿心的空间天花板上挂一组风铃 并且门后门平时要关紧 前门要挂门帘 注意 也要择日进行 三 财位出现缺角现象 如果缺角的位置在家宅的宅运财位上 就会凸显家中漏财的状况 导致家图四壁 没有积蓄 如果缺角的位置在家宅的流年财位上 就会凸显当年家中漏财的状况 导致当年家中消耗过大 积蓄甚少 如果缺角的位置 在家中某个成员的财位上 就会凸显家中某个成员漏财的状况 导致个人的经济消耗过大 手头拮据 没有余财 如果占了以上三种状况中的一种 甚至更多 即使你挣得再多 都会无端端地破财 或者有好多意料之外的支出 总之 房子最好四角周正 没有缺角现象 只要有缺角 即使暂时不是在流年财位上 或者某人财位上 或者宅运财位上 但总有流转到这个缺角的漏财位上 所以必须及时做好防范准备 这样有备无患 必须做相应风水布局调整 不就办法 在缺角财位上摆吉祥物物 比如泰山石 中气缺角的大小 摆放不同大小的泰山石 四 睡床门正对大门 若是睡房门正对大门 也属于漏财的格局 并且有损卧室主人的健康 导致身体虚弱 不就办法 在穿心煞中间射屏风 如果射屏风 导致住宅使用面积不够用 可以在前后门之间 或者门窗形成 穿心的空间天花板上 挂一组风铃 并且门后门停时要关紧 前门要挂门帘 注意 也要择日进行 导致破财的家居风水解析 一 花草适合摆客厅 不适合放在卧室 卧室洗放大叶 阔叶的植物 增强夫妻之间的感情 增强主人的财运 做起事来得心应手 亦得上司青睐 小叶花草会让主人陷入琐碎的境地 做事老有反复 二 洗手间位于整个户型的中心 卫生间位于户型的中心 从风水学上来讲 这叫中宫风水 在巴韵上来讲是不易俱裁的 总是会莫名其妙地乱花钱 三 床上和地下凌乱会影响主人的运气 在生活中 许多人不明白整洁能带给人好运的道理 其实 风水并不像大家想得那么复杂 它就在你身边 既不像有些人故意把它神秘化 碰到了天上 也不像一些人根本就不懂风水 却说是迷信 给踩到了地下 风水就在你身边 无处不在 简洁易懂 谁都知道乱糟糟的人 做不出大事一样 所以收拾好你的环境 给自己一个好心情 好运自然来 四 客厅与阳台过于通透 有些房子的客厅与阳台是通透的 从风水学上来讲门口是那气口 如果格局太过通透 这种气就会直来直去 无法存住 然而在风水学中气是喜回旋 既直冲的 所以这种格局很容易漏才 五 床头欠静 招惹鬼魅 主人经常头疼 失眠 浪漫要讲原则和风水 可不能因为浪漫而影响了健康 许多年轻人把屋子装修的标新立异 熟不知物各有序 被支受迁累 六 夫妻的卧床三面靠壁 有的人家大概是因为省空间 会让床铺三面靠墙 但是这样的摆设会让睡的人 有囚禁在里面的感觉 而卧室又代表了暗财卫 财卫被囚禁起来 当然财快进不来了 七 床头放花 一泛桃花 夫妻两人都会有外遇 久而久之 会分道扬镳 家庭破碎 八 住宅有河流穿过 许多有钱人盖房子 喜欢在河流的上面盖 因为他们觉得 这样的设计很诗情画意 但是其实在风水学来说 住宅是绝对不适合 有流水穿过的 这样会让这户住家 破财得相当严重 久 灯具选用不恰当 灯是房间的必需品 而从风水学上来讲 灯具是有声望的作用 光线是能够隐才的 在玄关位装上三 四盏灯 能起到收望财之效 但由于吊灯 比较容易诱发 其他室内厂的变化 所以使用时 就要特别注意了 时 床离玻璃窗太近 空透无一 不能脚踏实地 影响事业的发展 现代大都市 往往楼前有楼 楼后有楼 楼边有楼 卧床过分地靠近窗户 使得卧室不能很好地保持其私密性 另外 由于城市变得日益繁杂 脑人的噪音将穿过这扇 并不太厚的玻璃窗 而影响您的睡眠 窗下多梦的说法 也在我的实践中得到应验 据以前的风水书籍中记载 卧床太靠近窗户 容易导致红杏出墙 由此一说 十一 水龙头损坏 未及时修理 如果家里的水龙头坏了 必须及时更换 跑冒低漏的水龙头 只会让你破更多的财 十二 卧室家具既用不平整 不平整即代表不和谐 久居则一生口角事端 十三 墙壁有裂缝 家里墙壁最记的就是有裂缝 特别是在神明厅 如果墙壁上出现裂缝了 那是一个不好的预示 它预示着家人会生病 或是发生意外等 所以家里墙壁上 一旦出现裂缝了 必须赶快修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